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現在我在菜園裡 這麼晚了 我怎麼還在菜園裡 因為我想再來採一些菜 那因為今天白天有去見過花式 那就去走了一下就是逛一逛 那就有點耽擱到 所以只能晚上來做個採菜的動作 那最近真的也沒有什麼菜可以採收 家裡也沒採嗎 家裡的還有一些韭菜 那白線菜是完全沒有了 還有一些去市場買的 可能有菜瓜 菜瓜 還有一個花椰菜 胡蘿蔔 對 胡蘿蔔 其實這些到時候可能都是 小孩子要帶便當跟一些便當菜 那當然是家裡如果菜園裡 還有一些菜也是家間菜 不是我真的很愛採白線菜 因為現在就種的都是白線菜 而且長得很快 所以每幾天我就必須趕快來採收一次 要不然老掉就比較不好吃了 那我們看一下天空 月亮怎麼不見了 月亮怎麼不見了 我們是每次來直播來拍片 最近都看到都在那個位置啊 一半對不對 對 搞不好今天應該更多了 怎麼會明 沒有沒有 那因為過幾天可能天氣就不好 中休節的時候聽說 情況也不是很好 對 所以會不會說下雨還是 越來越糟就不知道 至少今天就沒有看到 對啊 月亮就很消失了 那我們採一些菜 事實上這些 上一次採過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採 其實這個也採過兩三次 有大月的可以先採 比較大的我們就把它採一下 因為大的不採就是變老 對 好漂亮喔 這個 你上次這個還沒吃對不對 對 那要採啊 不行 還沒吃那怎麼採 明天就把它煎蛋 對啊 趕快把它煎煎掉吧 煎一餐就吃完了啦 你看 真的是喔 越剪它擦枝越多 那個 又越嫩 你嫩嫩的就採 是就 就非常的 好就對了 比如說太老再採 然後也不好吃 我先採一些 彎下去 那它怎麼 剛剛有膠水 然後 把它剪一剪好了 既然垂下去就修剪一下好了 嗯 那我大概就採這樣子 那這邊哇 哇 哇 這個不剪不行欸 算是 各位看 才幾天而已 我說這個要剪 後來剪一剪 竟然又長出來了 其實 這都有剪看 這個 這個都是 嫩芽 對你看 這全部都剪 又快 又嫩 對 長得這麼快又嫩 喔很大葉喔 對 你看很大葉 漂亮嗎 這炒起來也是非常的漂亮 對 好吃 好看 對 這個是被咬掉 我自己先把它剪一剪好了 再剪一剪就一餐了 那這 根本就不用剪到太多去了 那其他地方還需要剪嗎 可是不剪有時候 有時候就老掉了 對 這一下吃不了那麼多 對 那掉了 它掉了 哪裡掉 你看 這樣就 已經 很多了 這個要剪一下吧 一個菜籃子都快滿了 然後 本來說要採這邊 各位看 根本就 要 要採哪一邊 先採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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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不好 我們先採這個 這個 這邊是沒有採過的 所以 我們就給它剪一下囉 這個應該可以 它已經倒了 所以乾脆我就跟它做個修剪 哇 這個葉子好大 這片怎麼那麼大 這也不用說整顆拔起來 這就會繼續長 然後也是 就會一直可以剪 一直有得吃 怎麼都 它都折下去了 因為剛才噴水 噴水 噴水 那我應該先採這些應該就夠了吧 夠了 這個已經好多喔 這顆呢 這顆啊 我來採 這顆怎麼沒採到 它就會再採 那這有沒有 這個好像也是 剪一剪讓它重新長 我一樣 重新長比較漂亮 好 剪一回了 然後這個相當的多 兩餐也是ok的 ok 其實 其實這個應該很好吃 這個是百吃不厭 好像炒了又會縮水縮很多 對 所以看起來這麼多 事實上大家兩餐到餐 就沒了 對 那我順便看一下這個韭菜 又長更長了 可能十幾二十公分了 非常的長 對 這個韭菜就是要配合那個 下一批的豆芽菜吧 對 這一批豆芽菜來不及 嗯 這個韭菜 上次不全部整理過 拔掉對不對 再重種 可是那個韭菜採收的還很多 我就想說再來包水餃 上次包的已經吃掉 剩下沒有幾顆了 我想說再做一次水餃 那個韭菜才用得完 那至於這新長的韭菜 就搭配我們下一次的豆芽菜 再來做菜 對 應該這樣比較順 因為他這大概要抓個五到五六天可能要 抓一個禮拜 如果真的要採收的話 如果一倍高度的話 對 所以這個就暫時不用就對了 剛好跟那個四天配合起來差不多了 對 那我那個還剩下冰箱的韭菜 我就想來包水餃 因為家裡還有很多蝦子 我們去大市場都會一次買個五六斤的蝦子回來 分包裝 那就再解凍就可以來做蝦子吃醬 今天晚上我們就吃蝦仁韭菜水餃 我就煮了多少 食物你十個 二十五個 煮了將近四十個 請問我那天包差不多快一百個 可是吃已經 暈下已經找不到 超過一半了 因為我女兒有時候晚上回來 她會自己拿一些出來煮 所以弄弄大剩下 我看可能剩不到一二十顆 所以我想說趕快再把它包一些水餃起來 很方便 水餃包一些起來 你放在冷凍庫 想吃就有得吃 所以有時候懶得煮飯就 明天就要去買水餃皮 水餃皮 然後還要 絞肉可能晚上去看看把它挖出來 退冰一下 退冰再來包 就不錯了 單純豬肉的話 小孩子比較不愛吃 就是以蝦子為準 就是蝦仁水餃這樣 蝦子多 豬肉少這樣子 因為沒有一點豬肉也沒有那個肉 油油肉味的感覺 所以我們還是會配一些絞肉 明天就來包 像今天我不想煮飯 累了 我們就是吃水餃 是不是很方便 對 那也不用去買水餃回來 就自己包好冷凍 就馬上就可以吃了 這樣很方便 因為現在蝦仁水餃也不便宜 如果蝦仁的話 那一隻有的是蝦仁放比較大一點 大隻可能就要搞不好十幾二十塊 看店 我如果說以十五塊來講 我吃十個就一百五 對啊 我那一盤 我那一盤 對啊 我今天吃十個 還不包含水餃皮 比如說一個水餃皮將近一塊錢 對不對 所以也是不便宜 有時候就是懶得開貨 就是這樣吃一吃就很方便 那明天就來包一包這樣子 好啦那個菜也採完了 那我們就大概整理一下 下樓去忙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播到這邊 謝謝大家 也是 滿滿的白線菜大豐收 那就拜拜啦